南韓总统普警惠的闺蜜干政风波越演越烈 普警惠超过40年的民间好友崔顺时 被证实多次事先修改总统讲稿 事先得知高层人事异动 另外也涉嫌利用跟总统的关系 成立基金会在非法挪用资金 南韩检方10月27号成立特别检查组专案调查 而26号一项民调显示 普警惠支持度暴跌到17.5%的新低 有43%的民众认为 他应该被弹劾或下台负责 正当国际联军包围伊拉克大臣摩苏尔 准备将激进组织伊斯兰国IS赶出伊拉克的同时 美国国防部10月26号宣布 即将开辟第二条战线 在几个礼拜内对IS所谓的首都 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发动攻势 打算切断拉卡一切对外联系 不过外界分析 国际联军在叙利亚境内 并没有强大盟友提供地面部队 因此进展可能不如在伊拉克那么顺利 美国科技业龙头苹果公司 在台湾时间10月28号凌晨 发表新一代MacBook Pro笔电 推出取代键盘上方实体功能键的 Touch Bar触控条 表示除了一般的音量 萤幕亮度调节以外 还可以自定或随着应用程式 更改功能引发话题 不过苹果股价不涨反跌 10月27号公布了相对保守的本季猜测之后 28号凌晨股价下滑0.96%